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条件是A可逆 我来求X 因为矩阵惩罚不满足交换率 大家知道我有AX等于B 就会有一个XA等于B A可逆 求X 还有一个类型是AXC等于B 其中A和C是可逆的 一般来说矩阵方程就是这三种类型 下面我们就讨论这个矩阵方程怎么求解 看第一个 AX等于B A是可逆的 我要求X 因为A可逆 一个很自然想到的方法就是 我等式两端都去左乘一个A逆 就得到了X等于A逆乘B 那么这个公式去解矩阵方程的时候呢 它的好处是很直观 很简单A逆乘B 它的缺点呢就是你得做两步 你先要把A逆求出来 然后再去做一个乘法 所以呢我们就想有没有更简单的 这就是我要说的它的第二个解法 初等变换法 大家看哈 初等变换法我们是这样想的 AX等于B 你想一下如果这个地方不是B而是E 你的X其实就是谁啊 A逆 那现在它是B 不是你做的X就不是A逆了 但是方法可以是一样的 我先把A逆写出来 A是可逆的 A逆也是可逆的 写成一系列初等矩阵的乘级 那我首先有一个等式 A逆乘A等于单位阵 A逆乘B等于X 分析的方法和我们做A逆的时候 分析方法一样 对A和B做完全相同的初等行变换 当你把A 也就是说你做的时候是看着A做 当你把A划成E的时候 B就变成了X 同理可以做这个 第一种方法是用逆求 第二种方法 因为你的这个X是在左边 A在右边 你要去乘A逆的时候是从右边乘 所以你做的是列变换 我们看一下 A逆是它 这是一样的 A乘A逆等于单位阵 B乘A逆等于X 因为你这时候那个逆是在右边 不是在左边 所以我们看这是初等矩阵 那你就是对A和B做完全相同的初等列变换 怎么样对A和B做完全相同的初等列变换呢 你看你平摆的时候是做的行变换是相同的 我现在要做相同的列变换 你也就只能把A和B竖起来摆了 如果这个样的话 我对A做列变换 和对B做列变换就一样了 你对A做什么样的列变换 对B也就做了什么样的列变换 我做的时候仍旧是看着A做 把A画成E B就变成了X 这是第二个 有的时候呢 同学会说 哎呀我不喜欢用列变换 我还是想用行变换 也可以 你要想对这个矩阵方程用行变换做 就是一个办法 你想办法把A从右边倒到左边去 你怎么样把A从右边倒到左边去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倒的方式 就是给这个方程两边求转置 X乘A的转置等于A转置 X转置等于B转置 这个时候 这个方程其实就第一个方程的类型了 你就来做行变换 但是大家要注意 你这会儿求出来的是X转置 不是X 你可以这样 就是说你说做因为 做到这样 你说所以X等于 你往外抄的时候 你转着抄就行了 把行抄成列 列抄成行就出来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 你这个方法下做出来的是转置 X的转置不是X 这个方程呢 直接做的我就详细说了 你可以比如说C的你很好求 你可以求写成这样子的 如果A的你很好求 你可以写成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个方程呢 要想直接求出来 就是用逆的方法做 要想利用初等变换 就要先给它变换一下 要么划成第一种形式 要么划成第二种形式 这是三种方程的这个三种解法 对应的解法 在求解举真方程的时候提醒大家要记住的一件事情 先划减方程再求解 也就是说人家在给你矩针方程的时候 一般没有那么好心肠 就按这种标准的方程给你 所以你拿到方程之后 你首先要化解 把它化解成标准的方程再做 我们看一个例子 A等于这个 AX等于A加3X求X 像这个你就得先进行化解 AX等于A加3X 矩针方程的化解很简单 你把位置的矩针 统统移到等式的左端 把已知的矩针留在右端 我把它移过来之后 就变成了AX-3X 这个地方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AX-3X 你把X提出去 你注意你把X提出去的时候 你说我这只写个3 这是不行的 这是矩针 这是个数字 是不行的 其实你可以想象着 这有一个什么单位针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是3X 你可以想象这里头有一个单位针 你剩下的是A-3EX 就提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下 好 那么现在这个矩针就是 第一个那个矩针方程的形式了 这相当于是AX等于B 我可以求逆 也可以直接用行变换做 我就直接用行变换做了 我把这个化成单位针 这边就是X了 很详细的过程我就不说了 你可以慢慢看 自己做出来 X就出来了 这是我们做的这个 第一个 再看一个例子 B和C 然后满足这个方程 A乘上1-C 你B转制的 C转制等于B 求A 这个呢 如果你要是不走脑子看的话 大家看 这是A 它让你求的就是这个A B和C它给你了 所以这一部分可以认为是已知的 那就相当于是XA等于B的形式 你拿过来就做 就比较麻烦 为什么呢 这一块 这个实际上是挺啰嗦的 我说的 做矩针方程的时候 先化简 指的就这个意思 你先要把这一块 完成这一块运算 你不要上来就求C逆 然后去做乘法 再做减 然后再做转制 再乘 不要这样做 你先来处理它 一个矩针的转制 去乘这个矩针的转制 我们就被公式了 B转制 A转制 就相当于是A乘B 对吧 所以 这个呢 就可以是C 你就把C乘进来了 乘进来之后 就相当于是C减掉 C乘C逆 B再转制 这是单位阵 所以就是A乘上C减B的转制 就是它等于B 这会儿就好做多了 这是未知的 这是未知的 这是已知的 这也是已知的 你把A求出来就行了 如果你就是这样做的话 要用初等变换 就是要用列变换做了 是吧 就是要用列变换了 如果你觉得 不愿用列变换 你可以再给它化简一下 两边求转制 C减B A转制 等于B转制 也可以都行 最后的结果是这个 我这个过程 就不再详细的说了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 就是这个题 就这个题 就是先化简 这个题最体现 我说的那 一定要先化简方程 然后再求解 好 关于矩阵方程呢 主要的就是三种类型 AX等于B A可逆 然后XA等于B A可逆 AXC等于B AC是可逆的 标准的方程 一般是这种 这三种类型 这三种类型 具体的怎么求 我已经讲过了 但是人家在给你出题的时候 一般不会以标准的方程出现 所以就提了一个要大家注意的 先化简 后求解 好 关于矩阵方程 我就说到这么多 好 好